政治消息方面 沙拉越行动党下午率先公布了 即将披甲上阵沙洲选举的18名候选人的名单 那是基于策略考量 火箭暂时不公布古镜和湿屋 八个选区战将的身份保持神秘 那除了行动党之外 土团党则伸出了橄榄枝 希望和沙拉越政党联盟共商 联手出战沙洲选举 不过沙盟主席兼首席部长丹斯里 阿班佐哈里说 暂时还没有接到邀约 犀鸟之乡周选即将开打 沙拉越行动党主席张建仁 下午在党总部率先公布 18名候选人上阵名单 当中沙行动党老将周正新退位让贤 转由让儿子周长佑代赴上阵 寻求守住丹荣巴都区周一席 沙行动党秘书长林思健 则确定出战谱业 郑爱玲和黄培根 则将捍卫武吉阿瑟以及 柏拉旺周一席 对于火箭排兵部阵大换血 张建仁透露 18个选区候选人当中 就有11人属于新面孔 至于还没揭露身份的8名战将 将会出征 古近的彭岭 弗罗岸 哥打圣逃杀 石角巴都吉当 以及石打干6个选区 另外还有诗屋的都东和八旺阿山 两个选区 两个选区 六个选区 六个选区 这就是因为 选区的理想 我们会看到 谁是 选区的 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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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割打圣逃杀 原任州议员的张建仁 对自己出战选区 三肩齐口 面对媒体追问 他会否勇闯混合区 石角 他表明一切都有可能 与此同时 张建仁重申 杀州行动党有意 与沙拉越全民团结党 携手迎战周选 尽管双方早前的谈判过程 一波三折 但火箭还是愿意 伸出橄榄值 除了火箭以外 土团党则寻求 东渡沙拉越 土团党总秘书韩扎 在努丁表明 已经决定 与国盟盟党 以及沙拉越政党联盟 讨论 针对沙州选举和 全国大选拟定策略和准备工作 不过沙盟主席兼沙拉越首长 丹斯里阿邦佐哈里直言 毫不知情 如果正式收到土团党邀约 讨论排兵布阵 再做定夺 沙盟早前放话 会在来临周选 竞选所有82个州议席 不与其他政党合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